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丧尸片Z岛 影片一开场 日本黑帮宗行组的老大眼镜叔 带着手下毛赞叔和大伙儿头 刚在夜店嗨皮团呢 正站在门口边等车边吹牛逼 大伙儿头说我们老大发起狠来那太可怕 不仅爱做大宝剑 而且还喜欢给人送花饭 全日本所有的黑帮一听到我们老大的名号 那当下全都在拆三拆 几个人正在跟小姐们打情骂俏的时候 他们的仇家胡子叔带着两个人就杀到了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婚战 眼镜叔的手下和几位花容月貌的小姐 全都领了堂帆 眼镜叔虽然保住了命 但从此也光荣地领了残疾症 刚刚上完一号的毛赞叔回来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自己拉抛屎的功夫好 既有就被虐称了狗 那简直是死的心都有了 转过天 有勇无魔的毛赞叔为了给眼镜叔报仇 竟然敢在大厅广众之下搞踢机 把警察气得上去就摁转而逼了 一转眼的功夫十年过去了 眼镜叔和大块头已经改鞋归正 做起了正当生意 而毛赞叔也光荣出狱了 毛赞叔说 这十年我闺女全靠你照看 今儿晚上你说咋办就咋办 眼镜叔一听就笑了 说还是老弟你最上道了 一会儿抓紧时间买个套 今儿晚上咱俩好好睡一觉 由于这部影片的人物众多呀 祖哥只能挨个说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毛赞叔的女儿大眼妹 大眼妹得知毛赞叔今天要出狱了 为了避免跟她不争气的爹地见面 于是便和闺蜜叛逆妹离家出走 一起来到小岛下去乱 下面要介绍一个重要人物 猥琐男 这个猥琐男呢 本来是日本黑帮社团逐下族的一名成员 这哥们把社团里的毒品偷走之后 就来到了小岛 打算把毒品卖给岛上的居民呢 挣大钱 为了验证毒品的疗效 猥琐男不顾女朋友大波浪的反对 开始自己给自己注射 时间不大 这哥们就浑身哆嗦口吐白沫 大波浪一看心上人要领盒饭 急忙把作为医生的前男友小忠马交到了家里 小忠马说 我这水平也就治个痔疮狡气不郁不郁 你看他这种情况 明显是马上就要嗝的屁了 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没有回天之力 我劝你啊 还是赶快准备目的嘛 两人正聊得欢天喜地的时候 猥琐男突然就变了意了 已经变成丧尸的猥琐男 看上去是一脸的不好惹 扑过去吭吃一口 就把大波浪咬成了通口了 小忠马一看当时就吓尿 意识到再不好肯定得交饭票 于是急忙骑着自行车撒牙子就撂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和叛逆妹闲得没事 开始跟一帮单身狗抽来劲 这两位妹子看上去手无伏击之力 可没想到都是身怀绝技 大美腿白又长专踢各种臭流氓 就在双方打得鸡飞狗跳的时候 两名警察及时赶到 老警察面单叔跟小警察龙套哥说 赶快给我抓住这两个小太妹 赶在我的地盘装信求 我看他俩是急着进去吃窝头了 就在这个时候小种马如春风扑灭 吓得面谈叔当下一颤 面谈叔说咱不是说好了晚上才见面吗 这大白天的你跟我扯什么蛋 小种马说别开玩笑了 丧师们已经杀到了 你赶快开枪吧 不然咱俩都得领便当了 就在面谈叔懵逼的时候 猥琐男一个恶骨服食 哎呀一看面谈叔这欲拒怀迎的手 这得虐死多少单身狗啊 不就是咬个人吗 姿势要不要这么销魂呢 趁着猥琐男和面谈叔啃得热火朝天 小种马急忙骑着自行车就窜了 龙套哥追上大眼妹和叛逆妹之后 我当时就逃出了枪了 龙套哥说我可是快枪手啊 你俩最好乖乖跟我走 不然我啪啪啪啪啪啪 一人一弹让你们俩全都领和搬 大眼妹说大哥你什么不化程度啊 怎么不识数啊 叛逆妹说你躲个屁 这孙子是占咱俩便宜的 转场之后 当龙套哥正在审问大眼妹和叛逆妹的时候 小种马骑着自行车连滚带的出现 小种马说完蛋了完蛋了 丧尸出笼咱全都在领和翻 不过这俩妹子长得挺有料 要不要加个微信号啊 几个人正说着呢 已经变异的面摊书屁颠屁颠的感到 龙套哥一看面摊书那张脸 当时就吓尿 小种马说他已经变了异了 再不开枪啊咱全都带个屁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这种类型的丧尸的势力很不怎么样 基本上全靠声音来辨别方向 因此龙套哥一开枪啊 大批的丧尸乌央乌央的杀了过来 紧接着丧尸大军又来到了小种马的诊所 万种风情的护士妹当时就被咬飞了 转场之后为了寻找大眼妹 眼镜叔和毛袋叔等人乘船抢往小岛 巧的是啊 曾经把眼镜叔搞残废的胡子叔等人 为了寻找猥琐男呢 也搭成了这条船 毛袋叔在船上啊 回忆起了跟老婆离婚前的美好时光 原来在大眼妹小的时候 他们一家三口曾来过小岛 并且在小岛上啊 埋下了一个时光胶囊 大眼妹这次来小岛的目的 也是为了重拾儿时那些美好的回忆 可当他刚取出毛袋叔曾用过的打火机 就遭到了大批丧尸的袭击 转场之后 当眼镜叔等人打听道的时候 当时就被已经变成丧尸的老大娘的花容月帽给吓尿 不过这帮人虽然已经洗心革面 但毕竟以前都是大坏蛋 在打劲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大块头临危不乱 上去就是一招方丈戏师太 就打算让老大娘歇了菜 可现在的老大娘已经不是过去的老大娘了 自从变成丧尸之后 这腿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大姨妈也冲回人间了 就在大家伙懵逼的时候 龙套哥碰碰两枪 当时就让老大娘领了便当了 丧尸们一看自己的队友去了球 于是召集着马 把这帮人撵得是屁股尿流 转场之后 胡子叔等人正边开车边吹牛逼的时候 突然就遭到了丧尸女的袭击 不过这帮孙子比眼镜叔那帮人可凶残得多 胡子叔掏出枪 直接就把丧尸女打成了马蜂窝了 丧尸女这边刚领完盒饭 她的后援团就出现了 胡子叔等人一看着当下就是一颤 黑社会的自尊也不要 开着车撒压子就撩了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 眼镜叔迅速召集大家开了一碰头会 大伙在会议上踊跃发言 情绪十分高涨 不过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受主义 毛仔叔的前妻说 我以前是练剑的 我要用我的罪剑 让那一帮丧尸全都领了 眼镜叔说 弟妹的罪剑我领腰 功夫确实不错 不过最好不要耍个人英雄主义 不然很容易嗝个屁了 一旦找到大眼妹 咱必须马上坐着毛金哥的船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当毛蛋叔和前妻找到大眼妹的时候 发现闺女已经变了异了 两口子一合计 女儿都变成丧尸了 那还活个屁啊 毛蛋叔说 大哥赶快开枪 让我们三口一起领便当吧 眼镜叔说 既然你们豁得出去 那我只能送你们建商地了 接下来啊 就是人和丧尸的大混战 很快龙套哥和小龙马 也领了盒饭了 影片的最后 眼镜叔和胡子叔 这对老冤家在卡车上见了面 两人一来二去啊 胡子叔终于嗝了屁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了 就算闲的没事干 也别到处下酒传 江湖险乐坏人多 背不住就领盒饭了